今晚我想留宿 过分吧 你快走吧 一会儿地铁没了 今晚我住在这儿 水沙发 静静 以后我会很主动 可是我对主动不太有经验 如果过分了 记得提醒我 比如 今晚我想留宿 过分吧 明天早上你八点的飞机 我要送你去机场 难道要我 四点从家里赶过来 你明天要送我呀 你对男朋友的要求这么低啊 休假 也不用送女朋友去机场 我过分 我过分 我过分的 你这样我很喜欢 余小乔 今年十七岁 上海市某中学高一学生 由于请帮他补数学科的同学吃香酥鸡 意外中奖 获得暑期飞往火星旅行的船票一张 为什么还有一个主角啊 余小乔 数据他枯燥 假设有个主角 用他的视角表述我 你可能不觉得有趣点 太辛苦你了 你把我们俩的姓拼一拼 这个名字取得也太随意了吧 随意吗 火星移民还很遥远 所以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有叫这个名字才可能姓 好 那你好好决心吧 我背剧本了 一会儿要拼命 一会儿又是后代 对 道理我都懂了 但为什么他还要人补数学啊 他没有遗传到你的基因吗 这个又问一下乔老师 允许我的基因 营想你的基因吗 你还想不要人背心脏啊 我有医图 你这次一起住那么长时间 会不会忽然发现性格不合呀 以前我教你打游戏的时候 我又天天在一起 早上九点到晚九点 我每天六点就要起床 十一点才能到家 你忘记 你怎么博取我的时间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嘛 的确不一样 那时候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白天 现在我要上班 在一起更多是晚上 不过静静 晚上 我们哪有时间不合 好 好 这样子 好 嗚嗚